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ESPA之前公布了选拔规则 过去两年内选手的成绩 个人数据表现等等评选指标 综合评价之下排名靠前的选手进入候补名单 而最终公开的候补名单里面共有23人 上单位置上按照顺序入选的分别是King 宙斯 Doran 和Kinggan 打野位置入选的是堪拥 Walna Kanavi 和Pinout 中路位置有4人 分别是Zika Faker 超位 和Shoemaker 下路人数最多共有5人 分别是Prize Deft Weeper Ruler 和小旅步 辅助位置人数最少只有3个 Carroll Delete 和Barrell 最终T5人是全部入选 而RPL赛区GDG战队的Ruler 和Kanavi也成功入选 有机会拿到一个亚运会的参赛席位 辅助位置上 Legendus 过去两年评分肯定是高于Delete的 还有就是Piz 今年也入选了 因此 KESPA的选拔规则 会遭到质疑 看起来根本也就没按照那个数据来选 如果按照数据评分来走 Piz 和Delete 都不能入选 目前尚不确定 LCK那边是否会进行大规模的人员集训行动 如果有集训行动 那RPL赛区的Kanavi和Ruler 可能要先前往韩国参加 但实际上 这个候补名单 很可能只是走个流程 个人认为 什么所谓的过去成绩数据评分 都没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今年 过去两年的表现 只能占据很小的比例 关键还得是看今年战队的状态如何 今年基因战队的Prizz 和Delete表现出色 Prizz虽然是新人 但依然出现在名单中 它只和Delete有足够的默契 关键点在于 LCK这边是MSI开始前确定名单 还是结束后 如果是等结束后 那可以同时看小吕布加Keyrell Prizz加Delete 以及Ruler的发挥 谁发挥好谁进 如果没有其他限制的话 Vapor方面入选可能只有一种 就是三个AD在MSI表现都一般 同时在类似集训的训练中表现出色 这样才能入选 而如果是MSI开始前确定名单 那大概率只能GN和TE里面选 上单有可能是Queen 不太可能是宙斯 打野Pnot 中路Faker和超尾都去 下路Prizz加Delete 个人认为虽然GDG的Ruler和Kanavi都进了后补名单了 但最终能入选国家队阵容的概率非常小 除非一种情况 就是GDG在本次MSI上 以断档优势 统治级别的表现 轻松拿下冠军 不管打GN还是T1都是爆锤 同时Kanavi和Ruler 打出恐怖的队位表现数据 暴打LCK两大队伍的下意 这样LCK就不得不选择顶着压力 放弃LCK联赛的选手 让Ruler和Kanavi入选国家队名单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 那么GDG有可能在亚运会舞台上 上演俱乐部内战环节 Night加369大战Ruler与Kanavi 这样的话看点还挺多的 但总体来说概率还是很小的 LCK那边别看选拔规则有多复杂 基本逻辑就一个 看今年表现 不参加MSI的选手 期待参加MSI的选手表现拉胯 参加MSI的选手尽可能打好 然后选出最终名单 LPL最好也能在MSI结束后确定名单 尤其是BLG这支队伍 大家都想看看年轻的BLG选手 世界赛发挥如何 这点很关键 WBG的新教练 你们知道是谁不 偷偷告诉你们有小道消息 我得先看一下你们知道不 我给你们 透露两个关键词 冠军教练 马教 我小道消息听说到不保证 我这个原因是谁不认呗 我可以认识 各位观众 我们想说得就一年 尽方 都非常认识 有些人